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的话市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现有的市场 这个其实是应该目前 喂 听得到吗 喂喂喂喂 可以 我来讲也是非常想把它去搞清楚的一个行情啊 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他是一种来到了一种临界点的状态 明天是9月30号也就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然后的话他会经历一个 一个一个澳洲这边有一个lun weekend 那么那么这个中国 10月1 一般10月1的话呢 就是说中国会有一个假期啊 所以啊 当然了中国和澳洲这边的假期对整体市场的影响啊 未必会很大 但是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特别是在 中国的一个长的假期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啊 往往会产生一些啊比较大的行情啊 那么当然这个是有一点的经验论啊 但是历史上是有过这样的现象的啊 特别是在这种超长的假期 比如说像之前的五一和现在的五一十一 当然现在的话啊五一已经改成短的了啊 十一可能还是长的啊 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啊突发的情况会发生啊 那么下周的话正好是还还伴随着有啊非农的这个数据啊 所以啊来到这个临界点啊 那么这个临界点的话 昨天我有提到我个人感觉会有一次的啊非美的一种啊 不能叫崩盘 就是非美会可能会形成一轮啊新的下跌的行情 当然今天的因为我并没有打算去参与他 所以我就没有想去用啊同步的一些理论 去寻找那个啊交易的时间点啊 昨天晚上我有提到 但今天的话会有一些非美货币啊 会创出一些啊高点 比如说像英镑啊像澳币啊 对像这个纽啊纽币有一个反弹 当然就是主要还是澳币和英镑啊 有一个啊稍微的拉升啊 欧元的话有一个反弹 对 那么这些是不是就是意味着行情啊 可能在现在的话就又会产生分歧啊 就是市场里面会有一部分认为可能啊 市场可能到了一个反转点 就是比如说像英镑和澳币可能开始走强啊 然后呢啊 可能另外一部分就会认为可能就像我啊 我认为今天白天的拉升像是一种啊假的信号啊 就说假的信号就是他我们能看到这个拉升 但是他的实际幅度啊并没有多大 那么相对的话如果啊给到一部分人的一些假象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下跌可能才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这是我的整体的这种思维方式啊 就是我觉得只有这样运行啊 那么市场的一些我提到两个字就是可能也没有别人去提 我认为共力就是所谓共力就是啊 共同的人群产生的在市场中的行为啊 又会进一步的加大 又会进一步的加大 好 这个能明白吗啊 这个能理解对吧 啊就是 我会认为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会发生啊 那么也随之而来的就是我要等待的是不是会出现一轮这样的行情 那我认为出现这一轮这样的行情以后啊 我认为市场的话是开始趋于一个啊 会有一个相对稳固的行情 什么叫稳固的呢 就是说比如说如果出现一次非美的一轮下跌啊 比如说英镑又去探前期那个低点啊 澳元呢有一个下跌的动作 欧元呢有一个下跌 但是欧元我觉得会会跌的没这么凶吧 然后像纽币啊呃包括像啊一些品种啊 他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然后之后的话 他再有一个拉升的时候 我觉得会是稳固的 什么叫稳固的呢 就是不会像是我们呃现在看到的一些呃 一些行情吧 一些行情 他虽然啊有一些的比如说像英镑啊英镑的话日线图在过去的啊 差不多三四个交易日是保持在一种上升的状态 因为都是阳线和啊星形这种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的话 但是他的实际的运行的空间真的很小啊 到现在为止依旧保持在100点 就说四天的一个算是一个拉升的行情 对吧只走了实际上最大的值到今天最高点啊 然后的话到今天最高点和啊之前那个低点只有140点 就是四天他走了啊 差不多百分之一的这么一个空间啊 百分之一的空间 那大部分时间是不到这个百分之一 约等于100点啊 包括到现在 那么这个我认为他不像是要上涨的过程 就是他那个底部的啊 底部的这种快速的这种远离并没有发生 他是从底部的话是一种慢慢的状态 我这种状态的话 一旦有人去买入了啊 其实市场也很难再去有大的拉售啊 这是英镑的一种状态啊 那么澳币的话 澳币的话像今天也是可以讲也是啊 拉升了一个高点出来啊 就是从啊之前的大跌 然后又回到了现在的那个啊 一个高位 但是实际上他的运行的空间也不大 就是说他从0.74上方啊 来到了今天0.77300点啊 当然我没有看盘啊 就是这都这都在脑子里啊 就是你我希望你们也不要看 就是自己去啊去这个呃想象啊 就是他300点的行情 就是它300点的行情它的运行的时间差不多 也有将近两周多的时间 可能约等于应该有啊 如果没记错的话 差不多应该快有啊 三周的时间啊 三个周左右交易日啊 算上这周如果到明天的话啊 差不多啊 那么这个这么长的时间 它才拉升了300点 我觉得啊 也是啊 很难说它是一个大厂的行情 OK啊 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同时的话像啊 黄金啊没有动 就是在昨天有到今天白天有啊 品种包括原油啊 一会我再去解原油啊 原油的话还是重点要去解 我觉得还是要等待啊 就是黄金啊是没有动的啊 黄金是没有动的 那么 这种状态啊 就是等待最后有没有一个下跌 一旦有一个下跌的崩盘啊 于是我觉得后面再去买入啊 我觉得会心里比较的坦然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 它的一个反弹是不带着这种杀跌行情的 不像我们之前做不断行情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去啊 买入任何的一个品种或者卖出一个品种的时候 它是带着一种啊 向着另外一个方向大幅运行的情况下啊 那么像有时候像英镑 英镑破了之前那个低位啊 1.29 达到1.2914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它并没有非常大的向下的延伸的那种过程 其实就很难形成一些大的一些啊 向下做空的这种啊 人群出现啊 所以它同时也伴随着就很难去有一个很快速的拉升啊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啊 其实这个状态的话也是我接下来要解原油啊 我可能我开始讲了一讲这个外汇市场 就是说我现在整体的市场感觉是什么啊 然后下面还是要重点去解这个原油 我觉得原油的话还是要等一轮的下跌会更好一点啊 我们看图形吧 因为原油的话既然是解这个图形 还是要看 好 那么原油的话在我们昨天晚上解完盘以后啊 展盘以后 它是有一个冲高回落的状态啊 然后它但是呢 它因为受到了你说啊 当然消息我白天有看啊 就是说他受到一个动产协议的影响啊 然后出现了一波这样的拉升啊 这样的拉升 好 那么我在我在复盘的时候 好在复盘的时候 好 我会把这个拉升啊 作为什么呢 就是呃 你们有印象没有 就是我在之前做波段行情的时候 我总会提到一种现象 这种现象是什么呢 这种现象是说啊 如果有资金在去进场参与一个品种的时候 那么他要在最后一轮的下跌或者最后一轮的拉升之前要去进场 而这个过程以后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啊 反向的最后一轮的下跌或者反弹啊 下跌或者反弹 而这个过程这些资金要去怎么样 当然他可能可以选择用其他的账户对冲 但是这个头寸它是不会动的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要去啊 他要去扛最后一次的这个杀跌的动作 而我之前在这一侧解盘的时候 在这一边解盘的时候啊 我始终没有去说有这么一个现象出现 但是到了昨天晚上今天早上起来看盘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行情的含义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拉升 它是应该由资金去做出来的啊 而资金去做做出来之后啊 资金去做出来之后啊 他要去啊扛最后一波的下跌 好这个地方跟哪里很像呢 嗯 我们依旧把那个之前那个英国的那个图形 当然我这还是在我去思考 当然如果是想继续往上走 那说明啊我的分析是有问题啊 就是现在依旧是保持在一种分析啊 不去参与的状态 而我要去看清的还是盘面的变化啊 他的这种变化 我到底能不能啊 全部把他这种洗盘啊 或者是这种啊 我看盘里边 终于有看不清的地方这些全部给他能够跨过去 或者是躲掉啊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比如这部分的行情 我依旧会和他啊 把他用之前英镑的那个啊 那个我们做多内波行情之前的变化做一个对比啊 那么英镑那个行情 英镑的那个行情 就是说在这部分的时候啊 在这部分的时候 在这部分的时候啊 市场的话 他也有第一个他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两个高点啊 连成了一条线啊 当然你后来去修正他应该是这么去修正 因为毕竟他这边没有达到 就没有达到这边这个地方了啊 比如正常如果你是真的真正好好打到这个下降趋势线的话 你应该是啊 应该是打到这边了 但是这个力量可能没有达到这个地方 所以后面修正他是来到这边的啊 那毕竟的话为什么可以这么去修正的 是因为这个后面那个点 就是他之后那个地点啊 会破掉了他 所以这边是有意义的 好 好 然后呢 不好意思啊 好 然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在这一次的变化的时候 在这一次变化的时候 我记得我当时我把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会形成啊 主力的 买入 之后是他有一轮最后的杀跌 很有印象 然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点 那是周一早上开盘的一个崩盘 啊 那么这个点 正好 恰恰的 是 略微破掉了前期的这个低点 哎 这个低点 差不多 是在 85 对 这边是在5253 在5253 所以只比他低了230个点啊 然后 在这后的行情 就是按照我之前啊 我们当时做美日空单以后准备接 英镑的多单的时候啊 那么 在这一侧啊 形成了 最后一次的杀跌 看到没有 而我认为主力是在这边去买入的 啊 然后他去扛最后一轮的下跌动作 也是走了一个很标准的 当然我看能不能找到啊 应该可以啊 就是比较标准吧 啊 在这一侧啊 从这个高点 下跌到最后这个极限低 他这边 走了一个15分钟的一种 五浪的结构 到这边呢 无限的接近前期那个低点 那当时这个低点的前期正好也是由 两个低点构成的 就说在这边的行情当中啊 他在破掉了这个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的时候 那么他之前有啊 三四 还有一个五 啊 我们是以他接近他为买入点 然后 以不破他啊 为止损的 当然止损点没有放到这里太远 就在这边啊 所以最后也是这边进场 这边止损 一百点 然后最后是没有打到 然后拉升 好 这边是后面的变化 我就 我的意思是 我认为今天上午那个拉升的行业 和这个地方 蛮相似的 你看吗 就他要有一个进场的机会 然后跟着要产生最后一轮下跌 那么这个行情在这个阶段 我去解 啊 就是原由在这边的时候 我都没有发现这样的机会 当然我当时也是有这种啊疑问的 但是我解盘是被我提出来 就说我不能确定的是 就是在这边的高位啊高位啊 就是资金有没有进场 啊 如果资金有进场 可能说明我还不需要等啊 就可能这边下去了 然后直接上 在这边说明一个资金在这里进场 啊 资金在这里进场 好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还是一样 到底市场是真的开始大涨 那就说明我们的没有做到同步的概念 虽然我 我周一的减函的时候 我说的 我觉得按照时间推 可能是周三啊 会有一个拉升 他确实也是周三去拉升 但是这个形态不是我所想要的形态 就说什么意思 他不是一个大跌当中的上涨 他是一个没有跌破前期这个低点 直接就拉起来 我始终不相信说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的空单 在这里边聚集 我不相信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空单聚集 啊 然后你还能够直接拉升起来 啊 因为你没有空单聚集 前期的高位的这个怎么讲 这个多单还没有被洗掉 你就想去直接拉升 我是保 保有很大的疑问的 所以如果你直接 如果你真的拉起来 我只能讲就是 可能我的这边的分析要做调整 就是我的分析是有问题的 我的 甚至于可能 有一些核心理念在这个边是不适用 你说明我有偏差 啊 那就错过去 没有办法 啊 如果是有没有偏差 就是还是能够 按照我那种分析 他应该还是有一轮下跌 之后才能掌势 我认为是正常的一种行情 啊 那么 有人说那这边的话是不是反弹太高了呢 啊 其实也 不是 啊 我们 要 之前要说过 说 这边的话 那我们要知道 在这一侧的话是有一个52到53个点的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 啊 也就是说 如果把这个缺口付全 啊 这个 这个是股票里的词吧 就是 啊 就你把他这个缺口减掉 啊 也就是约略这边的价格 现在看到最高点 约略是在46.95左右 啊 你会发现46.95是什么呗 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用 呃 前面的这个高点去连的话 如果前面的高点去连的话 我们连这这边的下来的话 啊 有时候 连到这里的话 啊 到昨天的 这个交叉的点 倒是在8384的位置 啊 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个缺口往下移一点啊 也就是说那这个 这个47就变成啊 啊 这个 45吧 那 就会变成 呃 差不多是93 53左右 93的话是哪里93就是差不多就在这里就是稍微的比这个地方高了一点点啊 然后的话这边有高一点也就是说你把这个价格同一往下拉一点啊 那么同一往下拉一点也就意味着像现在这个点96吗啊96的话应该是在这条线之下现在不是49.95了你要减去50个点现在的话约等于没有跳空以前的价格啊约等于是46.4 也就是他现在实际上是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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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线的下方啊46.4级这个位置 明白吗 就是这是就是我的分析啊 因为一般缘由我是会这么分析 直到啊他走完这一波以后啊下面没有那个缺口 然后再去按照其他的方向去分析 好 那么这边的话这个最后一次杀跌 依旧是我认为啊是和后面的那个低点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 所以要等可以吗啊 啊就是还是这么一个分析方式啊 但是啊交易啊交易的位置 我到底要看到底破这个点还不破 之前的话那个英镑是很明确的是无限接近于某一个点就可以 啊现在的话你可以是等到无限接近于他或者是破他 现在不能确定啊 现在我觉得我我没有这么这么强烈的像当时做英镑是这么强烈的感觉就是无限接近不会破啊 就是当时会做一个很很明确的定论那这边的话我觉得始终会破掉啊 啊这边始终会破掉啊 好吧啊这是一个啊 这么一种啊市场的状况吧市场的状态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包括像每家啊每家这个品种啊 有人说这边的下跌啊这边的下跌呢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个人的感觉他更像是一种也像是一种争计的调整形态就是他还没有破掉这个前面这个地位 他只是从高位的一个回落因为毕竟原有一个上涨嘛 他并没有破掉这个地位所以还不能算是破坏了现在的上涨结构啊 理解吗就是他没有破掉这个位置啊还没有破坏这个结构 那么如果按照形态去解析的话其实现在蛮复杂啊 就是说如果你用形态去解析他是一种啊你怎么去画呢啊这边就是有点麻烦啊这边可能不太好去连啊你用这边的去连的话可以就是两个点把这条线先把它去掉啊这边有一个平行的状态 然后这边呢如果到今天这个点呢啊有一个啊这样的状态啊就说他可能是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啊 那么就看他还能不能跌下去我觉得挺难的啊不是仍然为这边的话如果有人在追空的话啊啊再想去做到破位的话如果有这个思维存在的话也挺难去跌下去啊 同样的啊如果我认为原有一个最后一波的下跌啊我还是认为每家有最后一轮的拉升这是相对的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的矛盾 特别是我这我认为这两天的话如果非没有一波走弱的话也会更加的刺激每家的上升因为美元要在短期内有一个走强的过程啊可以吗就是 还是还是保持在这种分析状态啊就说始终没看到就是他这个地方啊下来以后到底有多大的持续力没有看到就是因为上方在这一次大家还是在做空的嘛 就是说在这边的下跌以后的反弹在这个区间里面我们还有很多人在做空市场并没有在这个顶部的时候完成一个呃我之前讲的一个叫做逆转思维的时期没有逆转思维一定是有一个顶部的一个做多的思维存在并且已经进场做多的情况下 你才有可能大跌下去你这个逆转思维没有存在你没有存在的情况下你的下跌最多只能算是消息所刺激的下跌并不能算是顶部产生了逆转思维从之前的做空变成做多然后顶部做又多形态然后最后形态确认的时候呃形成一个共力然后再去下跌 那个是持续的稳固的而这边是嗯我觉得是没有太快了这边我们大多数人还在这边做空了怎么可能在接下来一两天就变成在这边去追多基本不可能的一个过程一个时间的过程啊所以我始终觉得这边的下跌是假象来好那么每日啊每日的话啊怎么想呢每日这边你说它是一个 啊就是确定一个上涨的我觉得也不是就是简单来讲的话它的如果我们按照四小时图四小时图去看的话啊就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下降的一个压力的线形的位置啊就是它会有一个压力线的一个位置啊那么现在离那个点可能还有一点距离啊当然会不会到我不知道那么你这边的反弹的力度 啊就是会有啊今天白天的时候上涨啊会有但是说你的直接大涨上去我觉得这个也挺困难还是因为底部的话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选择的是已经可能有人开始慢慢做做多了啊我觉得但是这个力量我觉得不好说还是这个底做的不像是底就它没有一个向下的延伸就是说如果你是 从这边下跌破位以后如果你在这边能够有一个延伸的下跌然后形成一种向下的功力就是比如说有人在洗掉多洗掉他们的多单你洗掉多单你应该破掉这边的低点就是之前的那个低点当然有可能不破它你如果破它的话那可能会洗掉一部分的多单但是没有没有就直接拉起来我就觉得这个这个形态非常的怪它不像是一种但有很大推动力的行情 所以我始终之所以我始终怀疑这边还是要有点还是要有啥点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到底后面是什么我希望呃我觉得我我最好只做分析我不想去参与它我觉得参与它的话呃后果呃其实就是两个嘛一个就是挣钱一个就是赔钱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你可能面临的就是五十五十一个概率啊五十五十一个概率如果五十五十这个概率的话我觉得没必要去赌就是你的赢和输的几率是各一半就像我们像我们做一些赌注也好对吧一半一半当然已经很高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在外汇市场里说我只有一半一半的几率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参与好吧OK啊那我们理一遍这个思路啊就是原油啊看啊有没有还有没有最后一轮的这个杀跌的动作如果有是吧我觉得我买起来的东西心里非常的踏实的而我现在去买这个的我觉得我睡一把觉我觉得他没有推动力 好吧没有推动力所以今天白天晚上问我原油要不要去追觉得没到哦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想去追的话设好一个止损啊为好如果如果是说他最后真的就拉升上去了那只能说明这段时间我的分析啊是一种无用的状态但是 怎么讲但是我也没有当然也没有犯错只是说我没有找到好的买点你说这边破下去以后破一个点形成右空很难很难这个地方很难的没有这个形态你这个地方从破位到运行只走了将近60个点左右 说这60个点能有说这60个点能有用的行情这几乎不可能几乎不可能好你说这边你有你有一个洗多也不可能啊四六这边有人进场的时候你现在多单也没有把它洗掉你这个地方下跌的力度对吧怎么可能把他们都洗掉不可能所以你这个地方他们现在是变成了一个略浮营的状态 啊略浮营的状态四七嘛四六到四七如果是之前的话你统筹一下的话你把四八加四七啊四八加四六相加除以二跟现在位置差不多啊就是约略等于现在的这个成本位你知道吗就是多单的还是多单的成本位还是在这个附近啊然后空单的没有你说这个地方能大大涨起来反正我是不相信会这样好吧 因为今天白天有人问我要不要去追我说最好不要追啊可能风险还是蛮高 好那么万汇品种啊就是像英镑啊像啊奥币啊啊这个今天白天的时候跟聊天也说就是 可能昨天我的分析又犯了之前呃某一个阶段会犯的问题就是领先了市场一天这是没有用到因为就是没有用到同步性的理论就是我没有去找那个同步的交易点所以往往一种自动思维会早于市场一天就是说比如说我认为昨天是可能会出现一个非美货币崩盘的状态但是他昨天是不发生的是到今天发生的 如果我不用同步性理论去找这个最终的那个极致的话如果我昨天进场如果我设了一个我会被今天的拉伤啊洗掉然后呢他再跌啊这个现象我之前好像有说过啊就是你们将来有可能自己分析的时候也会有这么一个解决的 我有一些人吧就是我聊天或者之前接触我包括同事啊我们也有几个人也也都遇到过这种结果就是你做越早的开始做左侧性分析 因为开始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做右侧性分析就是市场启动然后是我在去跟啊市场启动我再去跟就是去右侧性的分析就是说去左侧性的分析你会发现有一段时间你会来到一种状态就是你总是领先于市场去分析的 当然后来的话我就是用啊我之前给大家讲的就是舆论的舆论的就是反转比如说今天这个行情啊舆论就会反转有人开始看多或者是就有人开始去啊给出比如说封定买入这种啊思维的存在而这个存思维的存在必须有这个思维存在的情况下啊市场才能够下跌 而昨天我用的时候是还没到这个舆论的时候所以他要真正意义上的下跌或者是啊爆发行情要晚于我的左侧分析一天啊或者是两天啊这就是原理啊内部原理如果你想自己去突破的话那自己去做啊你自己做过比如说啊我昨天晚上判断这边有下跌啊一个下跌下去我做空做空以后反向拉升把我点尸损止掉了 因为我设千高嘛只掉以后我心态会崩心态会崩以后我就不愿意去做空了可能今天一下跌下去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去经历它 你自己去做自己去经历以后你才能理解啊什么叫做自己的拉升啊然后拉升以后才能下跌啊你做的只是早了一轮但是市场结果是你根本挣不到钱 你还会亏钱那这些的话都是啊要去在做交易的时候所经历的事情啊 所经历的事情啊 比如说呢在之前啊澳币也是沿着四小时图啊上下的穿越啊就是从这边啊上去下去上去啊如果是崩的话又下去 就这么一个概念好吧就是上下上下的一个过程 ok啊然后再下去后可能再上去啊就是这么一种一种一种概念吧也是跟斗绳子一样啊你看他9月6号那天开始他也是上下上对吧黄金的话这两天已经开始下他还没下 说你看他之前这边开始走的形态啊和黄金很像 黄金也是啊对吧一个上下上啊只是啊澳元更强一点啊然后黄金更弱一点啊但是我觉得这边又到了一块下的时候都欧元可能会有澳元可能会有往下追的过程也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今天要看最短线的话 我只能说你们自己掌握吧因为因为现在所有的这种分析我认为都不适合交易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反正正好直接问我阿B回答的不清楚 就是没有没有认我认为这个地方没有点位有意义就是他没有意义比如这个点不能破没有他可以破也可以 对吧就是没有意义就是没有意义因为是震荡嘛我看不到有会有比如说来到这边会对上方的多单有挤压没有感觉 所以他是一种你不有市场理论里面有几种啊一种是随机漫步理论一种是有效市场假说啊一种是啊像啊讲的像是我们就是行为金融啊这个地方我倒是我倒觉得这个随机漫步理论啊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应该是有效的就是它是随机的一种状态 如果是崩盘的话不只好只能这么讲 我觉得如果奥币想在末端去做又多行情最好是刹到这个点一下 就说你刹到这个点一下要把多单先清理一次然后再在下半年的时候去做又多行情的话啊 就是从CLD的位置去上上走了所以还是要在这个地方去完成一个对上方多单的清理的过程啊所以应该我觉得不止到如果出现崩肯定不到0.76应该最少能到0.75那边去 但是不做这个不做具体的交易的交易的推荐 懂吗就是我要等待这一轮行情 他走过以后我才认为外汇市场的交易机会会从之前的震荡式走出去去到波段的行情 就是波段是什么波段是既有空间还有延续性还有波幅 现在是依旧是政府远远大于波幅的状态 你可以管你可以说这一段时间是一个波段 但是它是一个日线如果澳币算日线级的话就是一个横向调整的过程 你可以算是宽幅宽幅的话300点以内 从这我去解盘以后对吧 你们应该听我之前解盘我4月份去解盘的时候我就说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做澳币 尤其特别是到了这边我去做 每日夏天 每日夏天就是这边的时候澳币来到这边以后 我说他会沿着0.75上下去做上下的震荡 一点交易价值都没有 一点交易 对就是不是对所有人就对于我来讲澳币一点价值都没有在这边 而澳币的下半年那个 等他走完这个行情 他的震荡行情时间越长 一旦他走完有一个苗头走完以后他下面都是大行情 因为力量的共力在里边去积累的很多很多 就是有一部分人比如说是在某一个点向上看 有一部分人是在某个点向下看跌的 然后这些都会形成功力 好吧 这些没有变化 就是他如果想去最后一波拉松的话 他应该先回到0.75的下方 回到整个震荡区间的下方 如果按照这边是最大的话 我觉得他会不会回到这边不可说 但是我总觉得0.75要回到一下 下方回到下方去 然后再做最后的拉松 好吧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很正常 就是你们可能觉得 就是这种状态 就是你做10年以后 你这种状态 会 会 起码 我觉得 一年以内会遇到一次 就一年 会遇到一次 这样一个 大的就是市场 涵盖市场 所有几乎所有品种的一个 大的震荡过程 真是很正常 怕就怕在这个过程 第一个 你没有感觉 然后在里面拼命去做 然后上下被洗 第二个是你等到你被上下洗以后 到下面真的到了波段行情的时候 你不做了 这个是最惨的 然后等到你又想做的时候 正好波段行情又错过去 那更惨 这个是市场里面经常会发生这个事情 能理解吗 就是我现在唯一发现的 有资金进场的是原油 昨天晚上 然后原油他会扛最后一轮下跌 最后一轮下跌完成 然后形态开始确认 然后大涨开始 我不认为这个地方是大涨 就是资金进场以后他要扛 然后在扛的过程当中 就是他在这个进场的时候 这个拉升进场的时候 寄 给 持有多担的人 一个很大的信心 然后同时还打击到了 在这一侧 包括我 这次看空的时候的那些人的心理 比如这边如果我没有 没有忍住我去追空 我可能今天这个拉升把我洗掉 洗掉以后我的心态也会发生影响 我就不会冷静的去再去分析了 我会认为可能会涨 然后我们去追 或者是他在他跌下去可能会大跌 我先不要做多 我都会这种我不可不可知的 未知的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去说 我只能说是在这边我不做 有人说那天有人说我看DM不破 为什么不做破 对这样的行情我是经受不住的 明白吗 经受不住 那我就是不参与他 我发现了主力的行为 这是必须的 因为没有最后的洗盘 不可能触发大的行情 这个我之前几次的波段行情都给你们演示了 对吧 你每次都跟你讲这个地方 怎么样 然后下面会是什么样子 就是那种状态 为什么必须考 这个是因为 市场任何大的波段 能少带0.01%的人去做 都不会多带他们 就比如市场里面 议论大的行情 如果最终逼不得已 要带0.01的人去做 反正到0.02的时候还要洗 就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不洗的话 上涨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阻碍 正好今天给你们讲一下 看时间还够 说这个阻力为什么会阻力 就是这么简单 就比如说 你在前期这边有大的 都追多追多追多的人 你不在最后一波 上涟把他们洗掉的情况下 你比如从这边直接上去 当然有可能 我分析也会错 这谁 谁能保证都是对的 就是说 他一旦上走的话 你要知道人心不齐 对物不好带 就葛优说的话 对吧 就是 为什么 就是你他不多单 你不把他洗走了以后 他比如四六的单子 他觉得到四八 他就已经 获利满足了 他就要他要平 一平的话就多平了 多平的单子是什么 空开 空开以后怎么办 就往下加了 就向下的 下跌的力量 如果比如说 主力在那边进了10个亿 上面有一百个亿的抛单 去抛他 你就能涨上去吗 涨不上去 他必须是起掉 比如说我这边进了10个亿 你这边有一百亿的多单 是吧 我要最后一波沙跌 把这一百 把这个90亿的散户的多单全给你干掉 干掉以后我再涨 没有上没有多平 对吧 我涨起来一点力量没有 散户不敢全踏空 踏行情必须要这样 而且 主力资金会隐身于市场 就是我在高位去追 然后他杀 后面我再不动 你谁也看不出来我在哪进 就你看出来没有用 我不动 我知道我觉得市场我觉得差不多我该跑的时候 然后我在 上方找一个对冲点 什么叫 对冲点 比如说我做在上方是我为了不影响另外一方资金的 市场的布局的话 我要找对冲点 不是最高点 是对冲点 你要对冲点 就是在上方有优多的时候 对吧 散户分拼命做多的时候 那边再多开 我再多平 就隐形于市场 就比如我在下方多开 我在下方多开以后洗他们的多单的平仓 放下洗 都要止损 在上方的时候 有人去买疯狂去买入的时候 我要把我下方的多单 在上方的 他们多开的时候 我把多平 对冲掉 市场看不到 如果你是这么做 那些资金会带你玩 如果你不 下一个针对就是 就是这就是大资金的运作的内部的规律 当然跟 大多数交易者没什么关系 知道就好 所以他要最后一次的杀跌 这些的话都是我吃了无数死亏 才去领悟的东西 你吃过亏 比如说我 这边 我看到上涨 然后我去 我去做多 后来可能真的涨到5859 跟我分析也一样 但是 一个杀的天下去杀到了4140 那边去了 我扛不住 我止损了 就在最后一天我止损 转损转天 我就蒙掉了 懂吗 蒙掉以后 我后面他一轮大涨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就广盛哭了 但是大部分人是什么 大部分人就是因为这件事情遇到了 一下子心里崩溃了 要不就是做不下去了 要就是 反正就需要很长时间去调整 其实你回来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要反过来反思 你到底哪里思考不到位 你到底哪里有问题 你为什么没有思考到那个地方 如果你沿着这个方向去做的话 这个问题对你是很好的 因为你经历了以后才能理解 这个地方要有一轮沙跌 你要躲过去以后再做 OK了 你躲不过去 你只能是被市场所左右 明白这种逻辑思维吗 这就是逻辑思维 这个思维怎么来的 吃亏吃出来 没你没有经历过 你是理解不了 你要自己经历 或者是说 你正好现在这个阶段 你自己去做一个单子 然后你 因为不是原 你不见得做原 可能做别的品质 然后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对一的时候去解决 才可以 对吧 不可能是一对多的时候解决 因为每个人的 这种步骤 就是每个人的那种 这种和市场的这种同步的节奏 都不一样 每个人在哪个地方需要调整也不一样 好吧 就讲一讲这个事情 当然这边也可能会错 错我没有做 我也没有损失什么 如果对了 对了就是我们等再等 你像英镑 那最后那波沙跌 在之前那个上涨以后那个沙跌 它是走了 后来走了几天 从 假设我们从这个高位算 就不这边上去 对吧 然后他又下去了 然后走了几天 走了四五天是吧 从这边算的话 12345 7 到第7 又多走了7天 本来我认为这边下去的 就跟昨天那个第一点 如果再下去 然后就接 这一两天 又上去又上 再等 刹底以后再起 这些 刚才我讲这种资金运作 包括这个市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些事情其实 你要去经历 最好 而且最好不是听我解决 你听完我解决以后 市场这么早以后 它不是你的东西 是我的东西 你到 下一次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还是看不出来 你还是要犯同样的错 就是自己去经历 自己去经历就算是自己的东西 你像我 我可以这么讲 一般 我去培养一个人的时候 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会要求和我分离的 不要听我解判 不要听我的任何东西 独立去做 这个是一个基本要求 否则的话 你不要独立 没有办法独立的话 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假的 你先听我讲 对吧 我错了就 你跟着错 我对了就跟着对 他怎么可能出师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不一样 你们现在这种模式下 是为了听我的解盘 然后去找交易机会 合适的合理的交易机会 这个是目的是为了 我们在市场中获利 并不是在你们能帮你们在市场里真正提高 甚至于提高不了 可以 那天 换了那个问我 就是听我解盘 能不能提高 我那天前天还是到前天 我说了提高不了 不但提高不了 我明确去讲 如果从真正对市场理解来讲 对你们都是有伤害 因为你们没有经历 在我做的那些波段行情 正常应该你们在里面是要吃亏的 你不应该能够做到那个极限点 对吧 你不不不应该在那个极限点能进场 或者是在那个那个那个地方 做空 然后能扛得住心理 不应该会 会有这样的事情 应该你应该是正常是扛不住 然后去反思为什么扛不住 或者是到了极限点 你想等更低的点去买入 然后你没有买到 然后后面上涨跟你没有关系 你应该去反思这个 就是为什么我要再等低点 就是你的心理位当时怎么想 你要去调整 然后很多时候 这种过程我已经帮你们都已经 跨过去了 所以你们在那个点位去交易 可实际上对你们没有提高 就是如果到了你们自己去做交易 该犯错还是要犯错 还是没有跨过去 这个是 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模式 不能帮你们提高什么 一旦脱离开我 你不是什么水平 还是回到什么水平 只能说是你们可能知道 我解盘里面有很多一种理念 什么理念 比如说 想别人不敢想做 别人不敢做 你可能知道这句话 你真正自己去用 你不知道 比如说要知道资金可能会扛最后一轮杀 他前天我曾经说过 今天是解释一下 没有办法帮你们这种方式才能提高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的黄金举币 如果我不跟你去讲这边抖绳子 上下上 上去下来 下去上来 上去再下来 然后被洗掉 洗掉以后下跌 要不就下跌回踩反弹 可能追空 然后又被洗掉 洗掉以后又被下跌 做多 又被洗掉 或者这边反弹做工被洗掉以后跌下来 反正都是后悔心理 各种心理都有 你们都没经历 因为你们都没做 我去解已经解完了 就你们不用去做 或者你做 你就沿着震荡思维去做 要回踩做多 或者是反弹做工 你要这么做 你都是错的 对吧 你不这么做 你都是对的 但是正常你们如果去自己做 你要应该在这个震荡期里边 我强调过 如果你想对这个震荡期提前有感觉怎么办 你必须要在里面曾经 比如说某一个震荡期 你在这个区间里边 用你的自己的教育系统 上去以后 上去以后 对吧 回踩做多 被洗 下跌以后反弹 可能这边会成功 但是我说第一次 对的第二次是对 第三次是错的 你做错错就错了 错了以后 上去以后又回踩 又做多 又错了又下来 就你在这边要受打击 你才能明白 这是一个震荡式的心理 我应该怎么调整 它是这个心理 然后我调整完以后 我在下一次的震荡时来的时候 我才能知道 我曾避免这样同样的事情发生 现在都给你帮你都跳过去 你下一次再来 你还是一样看不出来 对吧 你没有精力 我在这种行情里边 我都犯过很多次的错 才能不断的去调整 你没犯过错怎么调整 对吧 比如说我 不要说什么系统 正常的话都是这样思维 做到一种程度的时候 我看拉伸上去了 这波大涨 又一个大涨 那回踩做多 可能概率很很高 结果就错了 对吧 这个下跌跌了很多 好反弹做工 比如说20 爬上去 又错了 这些都要修正 如果你发现 如果你持续犯同样的错误 那说明你的地踏步 没有想前进 你要修正 修正以后 你要这边就要跳过去 你跳过去以后 你的趋势性交易系统 你这成功率不就变高了 所以该错的时候没错 该对的时候你做 当然你的系统的使用率就 能力就提高了 明白吗 就是这样 有很多东西吧 就是 没有办法系统讲 正常的话 关于自信的这种进出场的理解 起码 我觉得应该是到了波段行情的时候 还应该接触 现在接触都太早 对你未必是好事情 这就好像是 是2015年 全球的时候有几个评论 他们评论的话 你会发现里边的做外汇市场的里边 最牛的一个资金 它是 8500万美金的 本金 赚了3500万美金 这个是被评为就是外汇市场里最稳定的一个交易基金 你们会觉得很有意思 8500万 挣了3500万 不到50% 就 就 40% 但是 你也知道 8500万美金 和你们手里 那个1、2万美金 2、3万 多一点 10万 完全不是一个交易概念 不在同一个基础 他们的交易思路 和我们散户 交易 思路 完全 一样 所以才能 人家3、40% 会比我们有时散户 可能一天 真的来个满仓 你就干一笔可能百分之百了 你觉得你自己比他牛 不信给你来8500万美金 吓得吓死你 开仓一开仓就击白手 对吧 你一次8500万美金 满仓做的还是可以撬到一个85亿的市场 你随便一做就是一个亿的市场 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越大资金 不能够去影响市场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就是他宁愿去扛最后一轮 他也不可以在底部 没事在底部真正的地方去买入 那一下市场的形态全出来了 散户全跟进去了 那市场怎么做 就没办法做了 多思考就好了 对吧 你们动脑就明白了 但是如果谁比如说 你那天看到有一个地方 轩转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好 然后我们盈利水平一年百分之两千 你最好远离他 太疯狂了 百分之两就是一年翻了二十倍 对 一年翻二十倍你想什么概念 巴菲特几十年才翻了 就是累计下来翻了一千一千倍 对没错 但是单一年百分之三十多的平均回报 他一年百分之两千 吓都吓死 不咬 不行 不忍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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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其实还是一样的 我现在这阶段就是看 你不希望我去进吗 我就不想进 你不想参加洗盘吗 然后我就等到你 我觉得你市场的功力开始加大 然后比较清晰 然后我再去进场 这段时间就是你找你的 我分析我的 这样我心态一直能够保持在一种 我认为是相对可观 没有绝对可观 相对冷静的状态 而不是那种很极限的状态 今天就说可能是在这段时间 就算它是在那边 是在这段时间 好,提前说一下 我个人觉得到了10月份的时候 我觉得正常我应该会发现一些短线的行情 就是说我觉得10月份开始外汇厂开始波动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每盘这段时间 会重新的会开始有波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震荡期里面 很多时候走的行情 都是在每盘以外的时候去走 我记得我忘记哪天解盘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因为在每周盘的时候 力量太过于均衡 所以市场是不会有大的动作 只有到了每周盘以外 然后因为市场力量不均衡了 所以品种才能够去独立的运行 但是真正的波段行情 都是在每周盘去出发 你们想象一下 我们过去做的很多次的这种大的波段行情 对吧 那个交易的起点 是不是都在每周盘 因为只有那个时间段才能完成这种心理上的挤压 崩溃 布局 然后又多又空 这些心理 因为那个时候有交易量在 所以到了下个月 我认为真正的过了这个震荡期的时候 又会到我们美 白天经过一轮调整 到美盘我解盘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 可能晚上会有一个短线机会 提前做一个 所以就下周 如果下周开始我解盘的时候 我说今天有一个短线 你就知道 我不是空穴来场 就是我不是突然间说 我们这周开始要做短线 是有原因的 过了震荡期 会是在美盘的时候开始有活动 主导市场 然后 会有一些短线的机会 可能我也会去参与 好吧 就是这个 所以明天 9月份最后一天 也是我之前 9月6号以后解盘的时候 我说对称的 震荡期的 结束的 那一天 当然不能完全就说 9月30号 就是那一天 因为前后 有可能是 好吧 今天我们先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看美盘 然后下周 我觉得震荡期应该走过去了 这个时间也是有点长 8月中到现在 好 谢谢大家 然后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